蒂古布拉赫,丹麦天文学家和占星学家,1546年12月14日生于斯坎尼亚省基乌格斯特普的一个贵族家庭,1601年10月24日,蒂古逝世于布拉格,终年55岁,1572年11月11日蒂古发现先后作中的一颗星星,后来受丹麦国王北特列二世的邀请,在问岛建造天堡观像台,经过20年的观测,蒂古发现了许多新的天文现象,蒂古布拉赫曾提出一种剑, 地心说和月心说之间的宇宙结构体系,17世纪初传入某国后曾一度被接受,蒂古所做的观测精度之高,是他同时代的人望尘莫及的,蒂古编制的一部恒星表相当准确,至今仍然有价值,蒂古于1559年入哥本哈根大学读书,1560年8月,他根据预报观察到一次日时,这使他对天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,1562年蒂古转到德国阿比西大学学习法律, 但却利用全部的业余时间研究天文学,1563年蒂古观察了木星和土星,两行星在天空套在一起,并写出了他的第一份天文观测资料,同时注意到何的发生时刻比心理表预言的少了一个月,他领悟到当时用的心理表不够精确,于是开始了长期系统的观测,想自己编制更精确的心理表,1566年蒂古开始到各国漫游, 并在德国罗斯科科大学攻读天文学,从此他开始了毕生的天文研究工作,取得了重大的成就,蒂古是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用肉眼观测的天文学家,就其伟大而言,18古星可能是唯一的抗同者,蒂古早在13岁时就介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法律和学学,他原来打算研究, 但在1560年他观察那日时,于是转向研究天文学和数学,后来他到了国受到进一步的培养和降与,遗古于1563年观察木星和土星接近时,注意到这两颗星接近的时间,以根据阿尔丰沙时世星所制的星表预计的时间相差一个月,于是他开始购买仪器,使用这些仪器进行观察来制作星星表,他还逐渐用粘星术特面,正像近代早期的天文学家那样,一生都对粘星术, 不感兴趣,1546年12月14日,出生于瑞典纳时由丹麦统治克努斯特鲁府的一个贵族家庭,尤其叔叔持养长大,1560年8月21日,观测日时,并开始学习数学与天文学,在哥本哈根大学接受了正规教育,1563年,观测到木星与土星相靠近的时间,比天文表预测早一个月,他制作出更精确可靠的天文表,1565年,在未论证关于数学的理论的节奏, 中失去了鼻子的大部分,之后戴上一个假的银鼻子,1572年11月,他在先后星座观测到一颗星的星体,一直到1574年3月,后来这颗星被确认是超新星,1546年,在丹麦国王贝特列三世的资助下,在文岛上建立了一座天文台,1577年,观测了颗费星,分析其外观的性质及它到地球的距离,并断定这颗费星已穿过遥远的行星所繁绕的太空, 它不是地球大气层的一种现象,1582年,反眠的长度坚确到一秒钟之内,用微列高星力替换如月律,略去十天,以便使这种立法与太阳的运动保持一致。